出现入市信号 应该买哪只优质股 富昌证券 升级股评仁 天天醒你选股贴士 还会教你食尽大浪 做你自取未股 立刻下载富昌股康通手机 开户立本 华禁二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继续延续之前的下降趋势 如果要解释下午跌幅为何加剧 我看到上证指数为例 A股是有回调的 上证指数大家都知道 过去一段路以来 3,700都做过 不过今天上证收市跌52.1% 1.4%的百分点落到3,662% 也算是在9月以来最大之阴烛的回调 而且今组是由胜过的 不知道会否跟恒大事件有关 因为今天看到在成家榜上 除了内房 恒大几只 经济、融创、内银股都有份拖累指数 是的 因为上证之前一直都这么强 不断冲上3,700 主要是由金融股份和资源股 资源股其实今天也下跌的 内银股份变成今天升完这么多日 就终于开始回调 都会拖累着 恒大事件如果真的 youtube已经有观众说爆了 如果真的爆了 那牵连上就会很广 之前都会是大家在想 是不是会大到不能到 有这样的机会呢 现在这个事件会继续发酷 甚至去到就绕阳成一些政府最不喜欢的风波 就是现在恒大在深圳总部 星期一发生了一个混乱场面 有一百名不满的投资者 就放在大厅上 就要求偿还贷款和对付金融产品 恒大就发了声明 就说网络上传出恒大破产重组的言论 就完全失实 公司就确实遇到前所未有的困难 但是就坚决履行企业的主体责任 全力以赴去服产保交流 和想尽办法恢复正常的营运 全力保障客户的一个合法权益 但是呢 因为政府最不喜欢 就是有一些人 走去在那里拉完环额的姿势 就是说骂他们 在老百姓身上骗了很多钱 这样在抗议 要让到这么大的情况 就更加令人担心 是不是有一个更大的问题 会在后面呢 还有如果是不是真的 连这些这样的钱都给不到 那完全没有钱还的时候 最后如果爆起上来 其实都会牵连了 牵连了内房和内银的 因为很多的银行 都会是 和它有合作关系 很多投资者 甚至大家传有很多明星 都会是否有份 在这个事件上选手呢 没错 因为这么早 其实都和大家交代过 恒大一直变卖资产 卖不出 想着可能是否靠卖楼 去套现还债呢 但是楼又卖不出 现成的楼建好了 也没有人想买 为什么呢 因为做不到按揭 银行不批 凡是你想买恒大楼 就自己付 当然就没有人买 至于未曾建好的楼 楼花 我相信贷款都相当严格 因为怕难尾 内地其实都不止 恒大一家 就得不到贷款 不准买楼花 因为怕你夹了水之后 究竟会不会爆煲 令到时更多苦主 就出来 所以就要小心一点 现在恒大基本上是 到处都刮不到钱出来 反而就真的步向破产的边缘 看到现时在性价榜上 当然4条3、4条6、708 刚才我看过 4条3跌12% 4条6的物馆跌11.7% 708的汽车跌2.6% 而且仍是放量 另外有1.36 恒腾 即是腾讯有一半 都要跌1成 每个都在穿大位 同时间 1918刚才融创上卖 成价榜 又是放量地 跌了1成1 反应 市场都很没信心 Fionn 她说会影响什么 其实影响了 包括内银、内房 其实甚至有些香港银行 都有机会有份买一份 都范围很广泛 因为如果她出了市 之后其他的内房 其实都会很难借钱 还有其实她们 大部分都是非常之重债务 整体整个板块都会受压 留意着 如果说到银行方面 也可以数一两只 因为今天要拖累恒生指数 建行跌2个百分点 拖累30点 招行跌3.6个百分点 拖累20点 公行跌1.7个百分点 拖累11点 都是连环几只内银 上了贡献跌幅 虽然相信跟恒大相关的 有些银行可能会较中小型 之前有报道分析 就说民生银行1988 中信银行998 可能跟他们的商业往来 会比较密 但他们就不是指数股 所以就没有拖累指数 但是整体的气氛明显是 拦着了其他的同业 比如用仓都是高债民企 还有银行股 因为原来在一些内房里面 其实整体都是属于很高债行业 融创原来它的正负债率有214% 如果恒大就是183% 那它正负债率还要高于恒大 如果剔除预收账款的资产负债率 那融创是84% 都比恒大的82%稍为高 所以都特别滑得厉害 还有如果是走势 所以他们全部都是由头滑到尾的走势 没错 其实如果大家看到这只融创 今天的成交实情是放量 即大家都走劳 大家都有种骨牌效应 12亿成交很久都没有见过 如果相较起昨天来看 足足有3-4倍左右的成交 阴足由头 真的像你所说 由头跌到尾 由头阴到尾 都真是丑怪 不止今天由头 由年头跌到现在 其实基本上就是 没错 相当之严重的情况 都要小心 也应该不去选择这些 其实之前有时候都会见到恒大 是不是3元 3元有支持 我见到有些说 不知怎样 网上有些人说 3元就不知怎样去摆出来 其实就 现在2.97元 3元我见到 就是这里月线图 15年年中的底 大概就是这样 现在都在破了 是的 最近急速滑落了 所以都没什么得怎样坚持 真的要小心一点 这个情况 很可能会拖累指数 至于反之今天 贡献指数的跌幅 都有科技股份 相对就轻微 以前AGM 加起来都几百点跌幅 当然今天的指数 其实暂时跌三八十几 亚里亚、美团、腾讯 分别贡献三十几、二十几 和二十点 加起来就八十点左右 但是可以这样比较 另外那些 加起来都贡献差不多 另外那些跌幅显著了 即是今天都跌得几全面 是的 科技从来弱势 加上又再多一个板要跌 就是内银、内房 整个大市其实都几多阴霾 科技就继续担心 是不是还有些招未出 继续好像酝酿着要爆 逐一逐一出来 现在还要担心恒大的事件 又担心一个 现在的国际政局各样的情况 变了很多阴霾 港股来到美市 总算是缩乏一点点跌幅 跌309点至25504点 我看到也有问问做胆的部署 我们先去广告 稍后再来看看大家的留言 好 回来节目时间 看看YouTube上的留言 我看到有两位都已经进入了7500 包括Lamnam Chin 4.9进入了 就说看多少 现在最新的报价就是5.04 Emilio也说 师傅恒指下一个支持位在哪里 刚刚进入了7500 现在看期指或恒指也差不多 如果看期指这儿 下个位就去到2500 25005 即是8月31日的低位 上面我会考虑 如果你看日线图这儿阻力 就是26478 如果你看短线一点 可以看小时图 就看到小时图阻力就是25885 的一个期指 如果看回恒生指数 大家都给点数出来 看回恒生指数 当然这浪似乎在7、8月 W形颈线267就回头 当日说差100点左右 而这个小型的8月W颈线也在失 所以我多次和大家说是确认回头 基本上看看这些阳术 255、24今天又失 即是连续都被盖了好几支 其实基本上已经可以去看两只脚 再低一点 比如说25086 甚至是24581 简单说 250245 简单说要挑战去测试 那双脚是否站得稳 因为反弹 从来都是说是跌浪 没有变过升浪 不过跌浪 是容量去反弹 但是到价 又容量继续等下 看看它再冲还是回头 但是回头确认其实都几个交易天 而且都越来越好似去再确认这件事 所以都要看250和245 好 接着看看个股 1313 萧妹就说 13139元有少少货 短炒而已 要不要走 另外还有另一只就1789 1313的话 你除非真的很短线 说阴烛了 其实如果不是 可以看着8.16 不穿8.16就不用走 3.0 5.4 他就说 好彩就 打了一只瑞星 他说 刚才低位还吃了 当然吃了就等你高兴 这只股 其实就 一向都弱势 差点跌得快跌得慢 今天 股压最重不是他 或者是否跟今晚 苹果有发布会 应该就会推出iPhone 13 有少少关系 不过都不可以寄望过多 看到股份 都是受压 继续 扣又可以 吃了就恭喜了 好 接着347 今天那些钢材板块 其实整版都 因为金属资源 整版都高位开始回吐 CTK正他就说 347要不要走 都会有一些相关的 影响着基建的板块 就是内地那里就说 明天就有6千亿人民币的 中期借贷便利 MLF的操作是到期的 现在内地的分析 就说 应该短期内 继续放量 释放这个流动性的必要性 就未必是那么大 觉得9月份 MLF继续这个规模 机会就不算很大 还有很主要就是 这些已经是 升得很急的时候 就会出现回吐 要不要走呢 我觉得短线来说 你应该是赚钱的 看着6.38 6.38做一个指账 其实今天穿了 那你如果现在收市未走 你还可以看看明天 有没有过上回去的可能 那明天再看 其实 接着Ling Joey 他就说 388 要不要走 当然今天就回头 阴足的 但是 其实他过去在大台 489左右 都真的没什么脱脱 正路 怕都不是怕他先的 虽然 当事业不好的时候 你都没有想着港交所好好 但是情况就在于 我认为你先抓住 好 接着 萧美五 他说他还有一条 就是1789 就是 升那么多 还能不能进入呢 我真的看下 升了两成 都不想看 不过 都可以看看消息 升两成 其实就 我都不会建议进入 你可以留意着明天 因为他今天始终是 突破了九元 真是 幸好你就不会升两成 那一下进入 今天都有好消息 就是 人工关节国家集中采购那边 结果出了路 降幅 那个价格降幅是有八成的 那这里 今次如果 选中选的 人工关节产品价格 就会由平均三万人民币 就降到去 一万元之内 那这个降幅有八成以上 那今天就 几只 同业的板块 也是开始有点起色 一七八九 就升得特别是爆棚的 但是 我觉得你先看好一点 其实这件事都不知是好是坏的 单被你拿了 但是 价格要由十元变两元 降幅是八成 其实都不知赚什么 不知资在 即是有单做 这样而已 留意一下 同类的事件 我相信大家记得 由新年在六月中的时候 试过的了 当日也是升两成多三成 那我不测过圆圈 大家看看 当日曾经 都是有些什么股炒过呢 当然一七八九炒过 但是你见到 经过一个月之后 它会偶突给大家的 一八五八 春纳 同一个圈圈 也是炒过 它更快 第二天几乎 已经偶突给大家了 九九九七 康基 也是炒过的 后来又转转 动动动动 你会发现 有些其实就不炒的 记住 当然如果你懂得那些器械的分类 可能你就会知道 哪些炒 哪些不炒 但是我觉得 简单化起见 你要留意一下 哪些股份 也是这下 而是当日是没有炒 比如 大家都认识 1302 先建 同一个圈 我特意不拆 你看它当时有没有炒 没有 所以它今天有没有炒 是没有 其实会有这样的逻辑 当日炒过 今天也炒 当日没有炒过 你不要想着 那我快点买才见 因为它今天未升 应该就追落后 你就要看 原来六月它都没有炒 所以 这些其实分好几种 大家自己小心一点 还有 就算今天炒 也不代表 可能只持有一个月 又会没有 还有他们单日升幅比较劲 除了有少许刺激 也是因为本身在低位下跌了很多 跌得多之后 都会有一些 一升起上来 就会容易 去单日大的升幅 没错 接着看看 Raymond 291 润啤 它是62元有货的 如何操作 润啤这期 真的比较差一点 八月底 这期政府就说 喝酒不太健康 八月底还出了一个消息 就说内地要加强 立法去禁止未成年人 消售 禁止卖酒给未成年人 这会有点不利 就看着 58.15元 现在58.65元 你就看着这个位置 去做止涉位 58.15元 你都不算太远 不是最高位的有货 你可能都是这浪 看到 似乎跌稳 是不是有机会的时候 进入的话 就看着 因为它都开始 其实是跌穿250天线 就是这个 俗称的牛熊分界线 好了 接着现在的市场 调定了一点 没什么 怎么再收窄 还是维持300点 过外 跌穿头看成交 接着 358元还可不可以进入呢 因为还是有息 但是又这么说 今天市场都不知道 是不是散散地 是啊 有息 煤炭 都要退 当然 每个股都有它自己的图 绝对比市场好 这幅图 因为刚才行指也好 国指也好 全部都弯了 货指也弯了 而这只昨天才稍微叫做横行 向上突破 但是都是会维持 譬如这轮的区间顶位 大概16.9元 那不失 严格的 你们先死 今天收17.08 就有2毫子水位 再跌 先穿了走人 如果不是 可能那市场呢 不知道的 而且真的不同的市场 同关系的 因为市场比很多 科技 刚才又说 只在内房 内银 拖住 但是有息的期货还是很高的价格 所以 我想都是看价做人 16.9元 站稳 没事 但是至于 因为Ruby 他又问买不买 那么阴烛就不买了 谁知道明天会有阴烛 所以先等一会 然后Morgan有两只深水 包括有3993和1919 那哪只比较值得入呢 刚才有看到 整个有死金属的板块 都有升 急升完之后 有些开始回吐 虽然这只没有别人升得那么爆 不过今天都有一起回吐 有货的话 就看着5.6部署 看着5.6指示位 如果你说两只来选 我就选1919 哪只比较值得入的话 今天始终的市场都是跌300多点 其实它都是出阴烛的 你看明天 希望明天如果站稳14.56 再起动会比较好一点 这里仍是一个向上的走势 还有这里之前说的突破位 其实跌下去有一个突破位 但是不穿一个底 就不算是掉头的 看着这里 说真的 今天跌市 当然又不是跌5、600点 但是跌300多点 怎会阻近呢 那你的股份跌又不是跌什么大问题 因为其实如果你说 今天60只恒指成分 男丑女投 其实56只跌 一只打和三只升 三只是什么呢 若明升一比亚迪升二 中石油升三就是这么多 你基本上不买中这三只的机会 现在是很大 所以跌也要看图 看图没事就没事 好 然后Marco 他有2186的 2186他说 未有货的 Awayside开始慢慢升了 现在价格可不可以进入呢 他也是低位弱势反弹的一只 如果看这里 弱势反弹就想看多一点点 最好就站稳4.29和4.3 如果看8月的顶 最好站稳4.3收 就是站稳50天线 这样比较好一点 到时就用这几天的低位来做止蚀位 这些东西没得贪便宜 因为他看不到 到时就麻烦了 因为他本身已经是向下的了 整个走势就是 你看他10天20天和50天线 都还是空头 没有任何黄金交叉的 他如果在板块逆着下跌的时候 他偶尔上升 真是去到关键的颈线位 回头 跟其他同业的走势会一模一样 所以我又觉得 整体医药其实我都没有留意很久 尤其是B字 没有盈利那些市差 更加没有估值的股份 所以就不要心急 就算买 也买一些 幅图好样少少 好 我们刚才也说了一个收市情况 收25502点 我们明早回来再和大家看事 明早见 拜拜